每天早晨我在湖邊整頓小艇, 上有偉銀發的老教授門山的走來, 早安,他老遠的打招呼, 今天還出去蛙船嗎? 我問,當然,天氣真好啊, 我太喜歡釣魚,可惜這湖中的魚不大, 反正你是為釣,並非為魚, 對結了,對結了,我是為釣,不是為魚, 他一邊雪著,一邊登上小船, 帶著他的釣具與幾本書,馬達朝來不開, 相像輕輕畫破水面,猶然遠去, 我抬頭目送他遠去,眼前的景色,令人欲聚, 好像只有華茲華詩的歌聲足以形容, 這一幅風光,如夢,山這樣清瘦,水這樣清晴, 山與水之間相直了,這山啊,有多高聳入雲端, 就有多深影入水中,日光直射的水面,是一條銀河, 其餘的湖面是一片情壁,小舟的影子越來越遠, 掌聲的喜樂越來越輕,這一葉片終於消失在一片黎明的援光中, 我的思潮好似也衝入一靜脈的山谷裡, 這位老教授在哥倫比亞教書,她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畢業的, 因為我也在賓大上學,所以她每天總好奇的與我談幾句,好像在與我談話中, 還可以沉迷到她的青春,她在哥倫教書三十年了, 這幾年的暑假常到這湖邊來,每天遍周誰釣, 境日方歸,最多能釣上一兩條二三寸長的小雨, 而她的享受卻是在調,能夠欣賞調,而不計教育, 時會是一個人快樂,是一個團體健康,是一個社會成功的。 美國有許多學者,在一個學校工作,一工作就是一生, 真是數十年如一日,以賓大而論,今年就要養著一百零百個退休的老教授, 這些教授服務於賓大,最少的已有四分之一世紀, 長些的有服務四十年的寮,並不是美國人的耐性特別長, 實是她們在工作本身發現出無限的趣味, 感覺自己神醉冤了與花香,和山清水味, 至於魚竿之下是否有魚,她們反而忘了。 普道大學校長確得說,科學的無限疆界,展開做人類面前, 每個知識的先驅者所面對的,由愛人看來,好象是山窮水盡的泥月, 其實在她自己看來,卻是花繁葉滿的桃園,因而流年忘返,因而樂此不疲, 都是你有固然的,因為工作本身的興趣,有時使一個人至於瘋狂。 奔大有位教授毅剛,是自動機械專家,因讀書入了迷, 工作時間的拼命努力只不虐然,即使吃飯睡覺也常常失去精鬼, 腦筋依然在想,不得休息,最後她實在太疲倦, 想出一個特別的辦法,以休養腦筋,即聚木頭,她家雷堆一大堆木材, 每天她要把大塊割成小塊,把小塊割成更小,以知休息,偶然看來, 狠像瘋人縣獅子的瘋子,知識的追求的本物,竟有如是魔力, 當然在這種境界的人,是無法再生命來觀念的。 愛因斯坦江道普林斯敦時,主事人問她一年要多少身縫,她說五千差不多了, 一年五千元時物理是剛畢業的學生的水準。 主事人說,給你年俸五千,給別人就不好給了,請為我們著想一下, 主事人說,還是勉強定年俸一萬五千元吧? 其實,愛因斯坦常忘了對取之票,正如釣魚者釣上魚來,又拋入水中一樣, 他們從來就未考慮到這些所事,科學家不僅忘了身縫的多寡, 有時即使口六句你的機會到來,在他們眼中,也淡如雲煙, 發明哪個原子衝擊器的盧倫斯,剛一發明時,有人說,她要請求專利, 要比雅特法的才大,但她只笑了少,好象時說有哪個申請專利的功夫, 還多衝擊幾種原子呢?正因為有調性於語的觀念作基礎, 所以不會產生向上爬的習慣,也不會產生何而優則時的風氣。 每一個學者一旦發現了自己的興趣所在,一直將此興趣帶到墳墓裡, 發明小而默避症與防針的沙克,最近對人說,我所確知的是, 科學家不是政治家,我不是明星,讓我回到實驗室去。 然而,不是惟語的雕者,卻嘗嘗嘗嘗嘗大的雨來因爲她中年在水濱, 常有機遇倒來,非如原木而求雨的智者,徒勞心力而矣,一以正五, 老者的偏周悠悠惑惑回來了,照麗的提著她的兩條小雨, 登上岸來向我笑了少,並且說:「我是惟掉,不是惟語。」 老者的背影消失在山坡的綠叢,為日光照去。 他的髮色與雨的淪色偶閃銀光,我在想,其實,人生不過事在並不優靜的水邊空吊一場的環小,又乃而來的雨。